如果你想创造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东西 是你从灵魂里面拿出来的一个东西的话 那没有人能和你比 就是你就是独一无二的 去探一探自己的原点之后 也许有一天你会积攒足够的勇气 彻底脱离羊群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然姐的频道 这个呢是我老公的访客 是我老公的前同事 一涵 一涵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董一涵 我现在在做经济咨询 第五年了 之前在剑桥读了经济的Master 我尝试自己的边界 其实我觉得找工作 找事业和谈恋爱结婚 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 就可能比方说 你找到了一个很passionate的工作 就像你找到了一个刚开始恋爱 热恋期很passionate的对象 你就觉得跟他肯定 一生一世一双人一辈子 结婚到永远 但是就像工作一样 就像婚姻一样 可能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工作那个合同 也是你的passion的坟墓 有的时候 因为不可避免的是 不管你做多有热情的 你多想要去有成就感的工作 到最后都还是会有那些柴米油盐呀 就是需要你去处理的 你没有那么喜欢的事情 所以可能如果有人能用 对待婚姻 对待家庭的心态 去对待这个工作 是不是可能会好一点 也确实你说的是很有道理 就像婚姻会情感的 赫尔蒙会消退一样 倦态也是很正常的 就是看怎么调整 但话要说回来 现在现代人又有多少能一段婚姻走一辈子的呢 我觉得之前那个时代 很多人都是很慢的时代里面 很多人都是一段婚姻走一辈子的 一个铁饭碗走一辈子 现在可能就是时代不一样了 就大家的想法可能也在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社会学问题 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很乖的小孩 对我是很听我父母话的 但是我有的时候 最近长大了 都这个岁数了 有点叛逆 感觉回到高中的时候了 我就觉得 就刚刚意识到我父母 有的时候说的话 他们都是为我好是肯定 但是不都是能 就是在我这个场景里面应用的 对 是的是 可能听父母话 就是一部分是因为乖的 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没有 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这个勇气 对我所说的叛逆 我觉得可能往好的方面想一下 可能是我现在岁数上来了 有这种对自己人生负点责任的勇气了 所以可以自己去做一些不听话的决定 然后做一些不听话的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决定 我也要自己负责 而不是说小的时候的心态就是 你们告诉我这么做 那我这么做了 那以后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那可不来我 是的 毕竟我们慢慢叫你说大 有一点是已经到了 父母也没法赖你的地步了 他赖你什么呢 他是要打你 还是要请你的卡 就是说没有了 去那个剧本刹店当NPC也好 这些小的尝试 你就会叫我说 获得某种掌控吧 去探一探自己的边界之后 也许有一天 你会积攒足够的勇气 彻底脱离羊群 但也有可能你没有 你发现还是挺吓人的 或者说 尝试了也没有我想象那么有意思 总归去多去尝试是好的 反而是这种小的尝试 如果能多做一些 我觉得倒是可以减少 大发疯的几率 外国人的发疯行为 我们说聊聊老外们的大发疯 你觉得最发疯的有什么 很难说有最发疯的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老外们辞职 裸辞都非常的果断 我之前回国的时候 见了一个我的前同事 他还挺喘息的 他干了我们的工作 觉得白领的工作不适合他 他后来辞职之后 去了中国 我家乡天津的一个国际学校当老师了 我觉得很难 就很难去想象 如果当时是我 他在公司的时候 如果我是他 我是他那个状态的话 我很难想象 可能两三年之后 我的工作是 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当老师 教一群中国的孩子 这件事情就是挺难想的 但是其实他现在 应该算是发了一个大风吧 但他现在其实过得挺好的 我觉得他比在我们公司的时候 要快乐很多 对 你还说他把酒也借了 酒也借了 对 我们聊过吧 这简直合 就是脱胎换骨无意 酒也借了 每天十点钟上床 六点钟起床 而且尤其是 就国际学校体系 他是一个老师带16个孩子 就所有科目都是他教 他就相当于这16个孩子 第二个父母 我是觉得 真的很有成就感的一份工作 对 但是你想他当时裸辞的时候 有想到这么远 他可能也没有想到那么远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有多大是白人privilege 很大 对吧 所以还是因为他们白人有privilege 所以他们才敢做这么不负责任的决定 就是这个privilege是远远大于金钱的 因为他的这张白人脸可以随时换成钱用 在中国是这样的 我们就没有这个 因为我想到 在西方我们当然认识的也不只是白人 也会有其他辐射的人 有像我们一样的亚洲人 有非裔的拉美裔的 我就意识到其他族裔的 就非白人的 其他族裔基本发动几率就会 我好像不太认识了 可以这么说吧 因为他做这个工作确实是白人privilege 因为他是老外 所以他挣的工资是做同等工作的一个中国人的三倍 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就可能他们作为白人有他们能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作为亚洲人也有也可能有我们能做的事情 只是这个能做的范围大或者小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和社会环境和文化差异 就包括和我们上一代对我们的教育 也是挺有关系的 对的对的 我觉得你说的对 是范围有大有小 现在我们国家变强大了 很多人家里有一定物质基础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个范围的 寻找存在的意义 就是人如果能建立一个价值系统 能让自己有一个很想去实现的一个东西 包括比方说你很想把这个品牌做好 或者说你很想就比方说画画 或者说你很想做戏剧 把这个戏剧做到多少人去看 那在一定程度上 我觉得应该都还会挺快乐的 比方说如果我从小有一个小目标 然后其他人都比我厉害 然后他们家里有十个小目标 去贵族女子的学校 画画也画得比我厉害 成绩也比我好 但是那可能都不是我的东西 它可能都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想留下的痕迹 我觉得那样的一个价值体系 可能更多的有关于阶级 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 你对财富的掌握 你对社会资源的掌握有多少 这个东西是可以比较的 所以可能你会越往上比 越觉得我拥有的还不够多 但是如果你想创造这个东西 是你自己的东西 是你从灵魂里面拿出来的一个东西的话 那没有人能和你比 就是你就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你存在的意义就是这个东西的话 那可能还挺快乐的 但我觉得真的那就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个境界了 是的 要去找 不一定找得到 我觉得可能很多事业非常有成就的人 是有达到这个境界的 但你有想到达到之后吗 达到之后就疯了呀 之前我看他们讲那个硅谷的有很多联系创业者 而且马斯克就是其中之一嘛 我刚刚就想说Elon Musk 对 但他们就讲 但马斯克的状态比较特殊 就是他的那个精神状态 但是我们讲现其他能没有那么 famous 但是也是连续创业者的 他们就是说 当他第一个公司成功之后 他们会继续去做下一个 原因是因为他需要去用下一个的成功证 因为他上一次不受了 是因为他 就好像在做实验一样 所以根本上来讲 即使你获得了一次很大的成功 你下一步 我觉得这是因为人的灵魂的一个口问 就会说到底是不是业务 因为他当然会不知道是有一个运气 或者团结种各种成分 对吧 我觉得核心是在于克制 克制自己的欲望 克制很多享受 就举个例子 我喜欢吃的东西 我肯定不会连续吃的 我会连续吃的 对 我在这件事情上非常克制 因为我经常很喜欢吃 我会不连续吃 每次吃很小的料 然后我就会一直喜欢它 那这件事情 在吃上面合理 在绝大多种事情上都合理 所以我认为 我自己的最逻辑主流 主要是关于这个克制 而不是去扩大我的欲望 对吧 或者甚至扩大我的能力 对我来讲都是次要的 但是我之前就有朋友问说 那如果是你走这个流派的话 就修自己 对吧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还规划个什么呢 我们干脆就成为主流算 我说 它其实是一个长线的 哲学逻辑和一个短线 阶段性的行为方式的区别 就你长线上修自己 克制欲望 减低欲望 让自己的 就相当于不被那个 就不被吸毒式的多巴胺所 对吧 所过挟 这件事是很长期的追求 但这并不妨碍你三年五年期 两年一年 现在可能要短线 一到三年期 做一个规划 去为这个小的梦想也好 短时间想要的目标也好 去努力 这两层是并不互吃 对 一件事维持你不发疯 就是这件事 就是克制欲望 让你不发疯 小的这个呢 则是让你能够 function 我们叫社会功能 就你能在这个社会上 还do something 当然你可以说 这个事情也可以不度对吧 但是事实证明 绝大多数人是这样条线 都有 中国人是最健康的 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有点像 多巴胺和内飞态的关系 对 是的 就短期的多巴胺 就刷短视频 然后看手机什么的 其实这种多巴胺 我也在努力在借 现在 就是要借 对 但可能 这个方式可能就是长期的 给自己一个内飞态 一个内驱力 还挺重要的 我觉得人还是不能无欲无求 无欲无求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 对 无欲无求其实基本上就是多巴胺戒断了 就我觉得无欲无求的话 我可能没有什么活下去的欲望 就是你多巴胺戒断能够活 我觉得大部分应该是不能 对 是说 我还是我们都觉得任何东西 事上最好 有糖 事上最好 没错 好的好的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 拜拜 拜拜 一见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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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